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pple公民新聞報 高雄有一個街頭表演的音樂團體 高雄鼓道場 團員的表演融合了古典與流行的元素 希望帶給觀眾多元的感受 而雖然街頭演出很辛苦 年輕的成員依然樂在其中勇敢築夢 高雄鼓道場從2013年開始成立 並進行街頭表演 與眾不同的是 他們將各式打擊樂器融合古典與流行節奏 展現不同的音樂風格 希望帶給觀眾近期的音樂感受 我們就覺得其實普通的打擊樂器 大部分的人對他們想像都會是 那非洲鼓的話聽起來可能你們就會打傳統非洲的節奏 那音樂是很多元的 那它只是這個樂器很古老 但是這個古老的樂器 它其實也可以創造出現代人喜歡的音樂 當表演時他們會需要多種打擊樂器 也最意準備小卡給現場觀眾寫下感想 讓自己可以回味每次表演 為讓音樂可以多元化及有更多的旋律 他們會去學不同的樂器 從事街頭表演或許有人認為是不切實際 但即使面對家人的擔憂 阿翔卻堅持自己的夢想 家人會認為說音樂當副業就好了 就是還是會希望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它可以養活自己也可以照顧家人 但如果這個興趣你可以把它做到很好 其實跟你做穩定的工作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不如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人就只有活一次 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而街頭音樂對他們來說是最貼近人群的方式 找尋人與人的連結 高雄古道場對成員們來說是一個夢想的起點 希望他們將來能呈現更多元素的表演 也堅持融合古典與流行節奏的風格 寵物成為陪伴許多現代人生活的好伴侶 但雖然寵物飼養的家戶比例升高 還是有不少的動物遭到棄養 其中許多更是因為疾病或是受傷而被丟棄 讓照顧的獸醫師相當心疼 根據台灣農委會統計顯示 近三年內平均每三戶人家就有一戶飼養寵物 寵物飼養率越來越高 也為民眾的生活添加許多樂趣 不婚族裔者所以想要有一個寵物來陪伴 單純覺得貓很可愛 經紀也允許然後自己經紀能力好像也開科 然而被送到醫院的動物數量逐年攀升 位於台北市萬大陸上的華中醫院 半年來共收留了六隻遭棄養的動物 這些動物大多是因為受重傷以及罹患疾病 因而遭受丟棄 牠們只能在小小的空間中自由活動 目前還有留在小動物臨床收醫師 大概都是非常喜歡小動物的 因為我們每一天大約都會花至少十個小時 有時候甚至到十二十四個小時會待在醫院 照顧這些住院動物跟看診 照顧受傷動物特別辛苦 總是看見他們因受傷而行動不便感到心疼 不過看見他們的病情一天天恢復 是作為醫生最大的動力來源 也呼籲主人飼養了就不棄養 才不會有更多毛小孩成為孤兒